赵镜子游戏开始 我举左手 我举右手 我带左脚 我举头 红队绿队获胜 各得一块拼图 小精灵 为什么小小和大宝明明一个取得左手 一个取得右手 为什么他们获胜 我们去输了 这是赵镜子游戏 你跟你的伙伴 应该举起同一边的脚 就像你在镜子里看到的那样 原来是这样 下一个游戏我们一定要赢 第二集 看图猜成立游戏 第一题 这是什么 小薛姐姐 你知道吗 看我的 大财小用 红队回答正确 下一题 怎么梅子还长着翅膀呢 我知道了 长着翅膀就是在飞 眉飞色舞 大饭了小贝姐姐 绿队回答正确 最后一道题 黑魔王 你怎么一道题也答不出来 你不认识吗 字的下面好像有一颗流星 大不流星 红队回答正确 我们一道题也没答出来 哼 还不是因为我要你这个笨队友 这集红队一共打对两道题 获得一块拼图 太棒了 这集是接歌词比赛 请听第一首歌 爱你孤身走暗香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衣裳 却感度命运的强 接下一句歌词 爱你孤身走暗香 爱你 下一句是什么呢 小北姐姐我也是到嘴边了就想不起来 我也是 只会前面的后面想不起来 爱你对之过去忘不肯哭一场 回答错误 怎么会 这个我会 你和我那么像这个都一样 红队回答正确 这个是我最求的歌 听下一首 我们一起学猫脚 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喵 这么短就没了 在你面前撒个家 哎呦喵喵喵喵喵喵 红队回答正确 这集红队答对两道题 获得一块冰图 太高了小雪姐姐 这下我们就有三块冰图了 最后一局比赛了 这集的比赛说出五种各自队伍颜色的食物 哪一队先说出来 哪一队就获得胜利 小雪姐姐 红色的食物有很多 我们一定能够生的 是爱的吧 熊脉你先想想 绿色的食物都有哪些 有葡萄 苹果 青菜好多啊 艾莎 蓝色的食物除了蓝莓 还有其他的吗 我怎么一个也想不出来了 我一直知道蓝莓 那怎么办 再这么下去 我们又要输了 想不出来有表情 待会你就看我的吧 比赛开始 青菜 葡萄 苹果 青椒 小辈的语速也太快了 我该来不及张嘴 这下完了 我们输了 看我的 交换魔法 绿队获胜 获得一块拼图 真是怎么回事 拼图怎么会交给艾莎和亮魔王呢 我们现在是绿队 你们是蓝队 艾莎 你竟然作弊 有四块拼图才能获得奖品 小雪和大宝有三块拼图 小妹和熊妹有一块拼图 我和艾莎有一块拼图 这下哪一队都得帮奖品了 我得不到的 谁都别想得到 晚上也太快了 小辈姐姐把我们的拼图送给小雪姐姐和大宝他们吧 好啊 小姐姐这样可以吗 当然可以 大宝小辈小妹 我们一起去玩吧 哈哈 我们也想玩 小伙伴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哦 哇哇哇 小狗怎么了 难道狗狗饿了想吃饭吗 哇哇哇 难道是困了想要睡觉 哇哇哇 那为什么狗狗一直在叫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我听到小朋友们说 狗狗想洗澡 对啊 狗狗身上脏兮兮的 我们应该要给狗狗洗个澡 哇哇哇 那我们去浴室给狗狗洗澡吧 我们来啦 我们来啦 走 周围洗完了 好累啊 我的手太抽筋了 是啊 狗狗的毛发好旺盛 哇哇哇 小狗好像饿了想吃东西 这次应该选什么 狗狗当然是要吃狗粮了 给狗狗快吃吧 哇哇哇 选秀里的内容又变了 这次只有一个 是一条街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是 小狗要出去吃好吃的 不应该啊 小狗才刚刚吃饱 我知道了 一定是狗狗想去这家店铺 哇哇哇 都不是 那狗狗想干什么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小朋友们说 该遛狗了 原来是狗狗想出去玩了 既然这样 那我们快走吧 哇哇哇 小雪熊妹大宝小贝 你们的小狗真可爱 嘿 我也这么觉得 谢谢阿莎阿姨 小雪 你们的小狗好可爱啊 哇哇哇 谢谢西娜 小狗也很喜欢你呢 嘿嘿 乖狗狗 小雪熊妹小贝大宝 你们什么时候有了一只狗啊 好可爱啊 谁那天 大家快看 这里有一只小狗 哇 好可爱啊 怎么会是脏兮兮的 看起来好可怜 小狗肯定没有主人 不如我们来照顾他吧 好 然后我们就把小狗带回了家 事情就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一只流浪狗 既然这样 那我就说我是狗狗的主人 这样小狗就是我的了 然后把小狗送给可可 他一定会喜欢 哈哈 黑眼魔王 你在想什么坏主意 我没有啊 其实 这只小狗是我不小心弄丢了的 你们把小狗还给我吧 我怎么没见你养过狗 黑眼魔王 该不会是你为了带走小狗 骗我们的吧 怎么会 我才不是那种人 我不是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快给我 我真的是小狗的主人 你看 小狗都摇头了 你肯定是在骗我们 哥哥 小贝姐姐 你们在找什么呢 弟弟 我看到一只很可爱的小狗 想把它送给你做礼物 不可以这样 哥哥 我们不能想别人的东西 抱抱抱 好可爱的哥哥 小狗看起来很喜欢可可呢 不如 接下来小狗以后跟着可可吧 我们同意 不不不 大狗了哥哥 跟我回家吧 为什么小狗跟可可走不跟我走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情绪超人们开始执行任务 我是开心超人 有让人开心的超能力 哼 我是生气超人 有让人生气的超能力 哼 我是哭泣超人 有让人大哥的超能力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超能力 连自己有什么超能力都不知道 还想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 到时候可别托我们后图 大宝 你别胡说 小狗学生都是彩孙的 肯定是个很厉害的奇迹超人 真的吗 当然了小雪 你可是我的秘密武器哦 出发 六十分 你就给我考了个六十分 真是太让我生气了 情绪超人 快来 快燕魔王需要帮助 好的 让我来 我来 松气魔法 远收我眼伤气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一下 不要啊老爹 糟了 开心超人小败 快去救个燕魔王 看我的 开心魔法 居然考了六十分 进步真的很大呀 老爹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你 哈哈哈 谢谢老爹 耶 任务完成 都是不好得意的 小子 我肯定比你强 可可 把你的零食给我吃 我不要就是我的 拿了吧你 你还我零食 这回赶我上了 看我的呼气魔法 还你零食 我要回家找妈妈 哈哈哈 爱上也太搞笑了吧 可恶 小妹和小妹都完成任务了 就是我和那个没用的小雪了 一定不能让她领先 哎 老鼠 谁来帮帮我 机会来了 看我的 生气魔法 哎 我生气了 可恶的老鼠 我踩 我踢 我不怕你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小雪 现在就是你最没用了 谁是我的小雪没用的 它可是我的秘密武器 走我带你们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我们为什么要来过儿院了 这里的孩子都没有爸爸妈妈 很可怜 他们需要你们的帮助 爸爸 妈妈 我要你们 长发已经很难过了 我不能再使用我的哭泣魔法了 让我来试试 何时让我来吧 看我的生气魔法 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妈妈 我没有 为什么 我走 糟了 不能再让长发生气了 看我的开心魔法 怎么没用 我再来 开心魔法 我的魔法好像失效了 小雪 现在就剩你了 快用你的情绪魔法阻止长发 我可以吗 不是是怎么知道的 好 情绪魔法 我刚才在做什么 寡人的朋友和老师对我那么好 我很幸福 原来我的情绪魔法是让人幸福啊 是的 幸福超人 大家觉得哪个情绪超人更厉害呢 你们更喜欢他们谁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耶 接完美哥哥了 耶 我接住一个完美哥哥 以后我就要穿不完的漂亮裙子了 我也接住了一个完美哥哥 我也想要一个完美哥哥 我接我接 我也接住了 我也想接完美哥哥 我接我接 一得一 一二得三五 三五 三五我不知道 这个三五太难了 可可 记住了 三成五等于十五 好了可可 你可以接完美哥哥了 大哥了 我接 我也接到了 小妹 哥哥来接你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哥哥大宝 我哥哥来接我去买漂亮衣服了 不 这明明是我家的完美哥哥 我接就是我家的完美哥哥 不是你家的 哥哥我们走吧 大宝 哥哥来接你了 可可真是我搞错了 可是这也不愿我 谁让完美哥哥被长得一样呢 对不起大宝 哥哥来晚了 没事的哥哥 我昨天都写完了 啊 已经写完了 那哥哥带你去游乐场吗 我们的哥哥怎么还不来 我们来了 哥哥 你怎么才来 大宝的哥哥都带他去游乐场了 不好意思 哥哥 哥哥来晚了 哥哥也带你去游乐场 哥哥 那我们也走吧 小雪 你不想去游乐场吗 我想 可是 我还是要先写完作业的 快跟我们回家吧 小雪 你这是我的好妹妹 哥哥 哥哥又不想去游乐场了 我们去买玩具吧 好呀 哥哥 我太渴了 你去给我买冰水吧 好嘞 哥哥 我又饿了 去给我买点吃的 马上去 我家外面哥哥最厉害了 每天给我做不完的好吃的 带我去游乐场 还帮我捡上作业 哎呀 我家外面哥哥最厉害 除了会做好吃的 还给我买漂亮的公主 和小鞋子 还给我不许功课 这次我考了一百分 全靠他 不 我的外面哥哥最厉害 那咱们就比一比 比就比 我给大宝做一千个汉堡包 我给小妹子两千个汉堡包 我给大宝做三千个披萨 我给小妹子四千个披萨 两位哥哥 别再比了 再比下去 你们就会消失了 我的外面哥哥消失了 我的外面哥哥消失了 哥哥过度使用外面哥哥 好够了外面哥哥 身上的能量 所以就消失了 我们的外面哥哥也消失了 小雪姐姐 你的外面哥哥怎么不消失 只要是我自己能做的 我都没有麻烦哥哥 所以我的外面哥哥不会消失 是啊 小雪真是我的好妹妹 小朋友们 你们也是哥哥的好妹妹吗 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黑暗魔王 考虚铃铛 什么 铃铛 老师快展开 啊 黑暗魔王 你考什么 黑暗魔王 听说你真的考了个大腰蛋啊 大宝你怎么有体的 快给我看啊 啊 黑暗魔王 你跟我等着 黑暗魔王 等一下 你们先别说话 黑暗魔王 我们来找你需要 求求你们别说话了 行不行 怎么了 我们去除了个大 我们去除了个大 我说了不要说话了 这个怎么办啊 头好晕啊 这里是沙漠 可恶 竟然把我追到这个地方 黑暗魔王 我跟你没玩 快让开 大宝你怎么也来了 老师 你怎么也在这里 是黑暗魔王 是黑暗魔王把我追到了这里 你也是因为黑暗魔王 可恶 黑暗魔王 有胆量你给我出来 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黑暗魔王怎么回事 小经理啊 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把眼睛老师大宝 熊妹小雪都追到哪里了 你可把大家找回来吧 什么 你又怎么大家了 我没有 是因为我头上的吹风筒 只要他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工作 是因为这样 大家才被吹走了 真是的 让我来 百科全书 帮我查询一下大家的去向 查询中 查询到 有人降落在 撒哈拉大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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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就去 我不要回家 明镜老师 大宝不要哭了 我来了 小经理啊 是黑暗魔王看的 是他把我们追到这里的 我知道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 小经理啊 你一定要好好惩罚这个黑暗魔王 我只是说了他考试灵台 他就帮我吹到这里了 我刚才 我只是说他搞了大鸭蛋 是因为黑暗魔王头上的吹风筒 只要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开始工作 所以黑暗魔王这次也不是故意的 是这样啊 小经理啊 你快带我们回家吧 我现在只要回家 好我们走 不对 熊明和小雪呢 我们没有见过熊明和小雪 他们怎么了 说 你们是不是来我们反应自王国的妄体的 不是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来这里了 还有狡辩 来啊 把他们都带进去 我们不去 住手 你打我在 对不起 都是我儿子不好 黑暗老爹 这是怎么回事啊 都是我儿子头上的吹风筒 一听到蛋这个字 就会开始工作 对不起 我答应你们 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 我带他向你们道歉 你们能原谅他吗 爹子可以原谅 要是再有下次 我就不原谅了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现在就带你们回家 艾莎 我要玩套圈 十个童话笔 我给你 给你套圈 我掉 看我的 反弹魔法 好可惜没套中 艾莎 我要玩套圈 十五个童话笔 刚刚不是十个童话笔吗 现在长较了 我给你 给你套圈 我掉 看我的 变大魔法 没套中 艾莎 你怎么能这样 你还是回去好好练习一下吧 艾莎 我要玩套圈 二十个童话笔 给你吧 给你套圈 我掉 看我的 鱼的魔法 艾莎 你作弊 咪咪是你自己没瞄准 谁也别想从我这套作奖品 艾莎那都玩我真可爱 可我套不中 他总是使用魔法让我们套不过 我听到有人说魔法 艾莎 艾莎一直使用魔法 害我们根本套不到奖品 给你们魔法球 你们套圈的时候 千万就得使用哦 太好了 艾莎谢谢你 可来玩套圈啊 还有这么多奖品等着你们呢 我还要玩 好啊 二十个童话笔 我给你 给你套圈 我用 看我的 反弹魔法 我反球 再反弹 什么 你竟然能再反弹 太好了 到中了 艾莎 给你二十童话笔 不够 现在三十童话笔一个圈 刚才损失一个奖品 我得抓紧赚回来 给你 给你套圈 活丢 变大魔法 魔法消除 变小 可恶 他们到底是从哪找来的魔法球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赔本了 太好了 终于中了 艾莎 我也要玩套圈 可以 五十童话笔 哇 倒霉 为什么每次到我都转机啊 我跟你吧 这次 我可不能再让他使用魔法球了 给你套圈 比你套魔法 这次看你怎么套 魔法剃除 怎么突然觉得这么了 我丢 移动魔法 魔法球 我的魔法球怎么找不到了 又没有套圈 你还玩不玩了 不玩了 我根本套不住 小妹 看我的 我把只手 我丢 我动不了了 小妹 给你套圈 太好了 行呢 谢谢你 我丢 全部套中了 耶 这么多玩偶 这下完了 我的玩偶都被套走了 小伙伴们 喜欢我们的视频 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哦